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你還是把它放到百分百 看的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把它放到最大你看一下 你可以發現 喔 連是誰在拍都看得很清楚有沒有 對吧 這是大概比較容易遇到的情形 因為 通常會有這樣的 尤其 平常啊 其實我會建議各位 不用開閃光燈 有開閃光燈你看這邊這麼亮一點 其實會很難處理 你不開的話 像我們之前用怪魔術手藥 Photoshop的 色階有沒有 自動色階 效果都還不錯啊 他就不會有突然一個亮點在那 因為他打光通常不平均 那我們來看喔 這邊的話 這裡 你可以用一個功能 課本上講到是用所謂的這個 曲線有沒有 曲線 那麼其實你用這個色階也是可以啦 曲線跟色階事實上是蠻接近的功能 那沒關係他既然講曲線我們來試看看 反正我們有沒有講到 哎 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怎麼樣 有點熟悉 但是又不是很熟 因為以前 有沒有常常看到水平都有一列這一列 對不對 現在卻 突然跑出一個什麼垂直的 那麼其實簡單來說啦 簡單來說其實你看一下 在這邊的話 他如果預設我們這張都沒有調整 你看這個線是不是這樣直直的 是數度上去 也就是說 我從這邊 假設我原本是這個灰色 你看從這邊對下來 這個灰色 有沒有像以前我們在上那種 實驗室的時候要畫那個什麼 那個圖 那個格子 你看這樣對上來 我這個顏色 這樣對上來 這邊是不是也是這個顏色 對不對 就是說我這個顏色上來 那因為都沒有調 如果說今天我的曲線是變這樣 請問會變怎麼樣 我原本是這個顏色喔 對不對 原本是 大概比較灰色的 但是因為我的線 往上調整 往上調整到這邊 結果對應出來的是什麼顏色 是比較亮的顏色 啊你了解藝術啊 所以這個 左手邊的這一個 是輸出的 輸出的 右手邊這個 是什麼 輸入的 也就是說它原始的啦 好原始那一張的那個圖 這樣你就會看了嘛 所以 這樣應該就不用解釋 請問要往上調往下調 這張照片會比較暗還比較亮 比較 這張是比較暗的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往上一條 你按著它 有沒有一點 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對應的方式是有改變的 所以那萬一如果這個點你不喜歡就按著 丟到旁邊 你看不見了有沒有 拉到整個圖外面 你看點一下是不是就跑一個 拉到整個外面不要放開 就直接丟掉就好了 丟到最後面再 放開你的花鼠 它就丟掉了 那如果你一個 不夠 你可以加兩個 如果是這樣就變比較極端 有沒有 黑的更黑亮的有沒有更亮 對不對 因為你看這樣對下來 本來是什麼 看得清楚 這樣 你看這裡 本來 大家有練習過嗎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選取區 那就針對整張 好那我把它確定一下 好畫面先還給你 我們來看喔 這張張弄好了 你可以發現 它是不是已經自動幫我們增加了一個塗層折射片 對不對 可是 塗層折射片是白色的 白色代表什麼 全部白色代表我針對整個塗層是不是一起作用 好所以說 效果就會變成說 整張都會受影響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選任何選取區 那麼現在 你要像課本有沒有 6點39月那樣 稍微畫一下 可以吧 6點39月右手邊不是一張 灰階的圖嗎 那這樣會有什麼情形 白色顯示 黑色的地方是不是就變什麼 透明 會看到原本下面那一張 因為我們這樣一條是全部都太亮了 好全部都太亮了 所以說你在這邊 那你要調 做這個的話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你真的就拿黑的筆慢慢塗 另外一種方式可不可以先倒黑的 再來塗白的 可以 對不對 好所以油漆桶的 不要忘記油漆桶跟漸層是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的是這樣 請你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找到油漆桶 那油漆桶 它預設都會抓前景顏色 所以把它倒下去 你看我現在點到它的時候 注意一下 我有點到它 請問上面這裡會變什麼 還記得吧 我們上次說這裡有三個 一個是RGB 就是它 塗層摺摺片 這個叫什麼 向量摺摺片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我就倒下去 有沒有發現要恢復原來那一張 那這時候你筆刷就不要客氣就拿來用吧 筆刷 但是我是不是要填白色的 好那筆刷把它調大一點 這樣再刷會比較過癮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露露 有沒有那一塊就出來了 這樣OK嗎 好啦 那那個 這個筆刷的這個 硬度就看你 如果你硬度調的越小 就會越接近課本那樣子 就語化的程度 語化的程度 好那我畫面還給你 就不用了 就我不懂了 我們說 究竟 未必是 同一種 這個筆刷 一起刷